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企劃呢 我會先拿著一個板子 然後在路上 尋求路輪的幫助 看有沒有人願意捐贈一些錢 當作我來做愛心便當的材料費 我預計做10個愛心便當 材料費我計算起來 應該會落在500到1000塊 其實這個費用不會到太高 好 我現在到西門町了 打算在這邊 看有沒有人願意捐錢來做愛心便當的材料費 隨便 serve 其中一個 grace 恩餐盛 我可以買了我 傅修 我可以買了我的家 我可以買了我 我可以買了我 每個錢都買了我 我可以買了我 我可以買了我 我買了我 我可以買了我 我可以買了我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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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算一下 總共募集到550元 超成功的 然後剛剛站了大概半個小時 我是覺得真的心情超級好 就是拿個板子 然後 簡單用筆寫幾個字 然後讓大家知道你是在做什麼東西 很清楚的 表達你的想法 有善心 想要做善事的人 就會停下腳步幫助你 所以今天總共募集到了555元 我要謝謝你們這些 所有停下腳步來 捐了錢的這些朋友們 謝謝你們的經費 我會好好的運用這些錢 去買接下來要做便當的材料 你剛剛在旁邊看 感覺心情很好 因為我覺得半小時不可能啊 因為現在人流變得少 然後我就覺得你很天真 哈哈哈哈 沒想到 沒想到真的半小時耶 太扯了 而且剛剛有兩個粉絲說要來 但我們淺金其實已經目到了 就不用再多目了 我覺得最近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彌漫著一股就是很恐慌 或很恐懼的氛圍 但我覺得在台灣 絕大部分的人 還是非常非常愛心的 就算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還是願意付出自己 辛苦賺的這些錢 願意去幫助其他 比自己更弱勢的族群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身在台灣真的 非常非常的幸福 也覺得很開心 身為台灣人 十人份 感覺應該差不多 好 十人份的飯 十人份的飯 欸 好強的感覺喔 很可憐耶 各位各位 十個便當完成了 菜用的都差不多了 用完 剛剛好用完 只剩咖哩好像煮太多了 當作宵夜來把它解決 我現在來到台北車站 我們終於要到最後一個關鍵的時刻了 就是我們要來發 我們做好的十個愛情便當 其實是十一個 因為後來菜有點多 然後我餐盒又有多拿 所以我就裝了十一個 這邊有多的便當 可以幫我們吃 好 謝謝 素食的便當 然後現在可以吃得 要健康一點 謝謝 我們這邊有多的便當 可以幫我們吃嗎 好 謝謝你喔 可以幫我們吃 好 謝謝 謝謝喔 不會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好 謝謝 謝謝 我發現其實發很快 好 它怎麼都吃 它是裝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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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剛好剩最後一個 謝謝 我發完了 好快喔 好 我剛剛花了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就把十一個便當全部發完了 其實原本有想要留一個給自己吃啦 但是我覺得好像真的很不夠耶 我發現啊 很多人啊 他們都會幫別人留 就說旁邊這個人 他現在不在位置上面 可以幫他留一個嗎 這其實是還滿感動的 就是 就有看得到其實每個人都是友善的 希望可以多幫助自己的朋友 自己旁邊的人 大概有兩組人是這樣吧 我剛好遇到兩組人 這個影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想要傳達給大家 就像我今天其實沒有花任何一點的錢 我的錢全部都是 這個社會上大家的善心 畏懼而成 我只是出一點力而已 就有辦法去幫助到這個社會 所以有時候去做善事 不一定要有錢 你只要有這份心 有這個意念 然後有一點點多餘的時間 你就可以去出這一份力 不管事情多大多小 就算是非常微小的一件事情 也是對這社會非常有幫助的 ,我要來… 我來… 沒看到人可以做你的 變成一個分別 而且會有的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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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琴 對嗎 來… 每次我們的夢想都是